大家好,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,我是李国庆 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大国 外贸数据一直受到市场重视 中国海关总署每个月公布的贸易数据 有三点最值得初歌留意 分别是出口增长、入口增长和贸易差额 内地出口的成衰很受国外经济表现影响 全球经济放缩需求减少 出口就会放缩甚至负增长 环球经济因因向荣的话 需求上升就会出使出口增长加快 入口方面就受到内地需求影响 入口增长持续下跌 反映国内需求持续萎缩 相反,入口数据持续向上 就显示国内需求活跃 至2018年美国对中国打响贸易战 影响了出入口 在2018年中国出入口总额 按年升12.5% 但是去到2019年的上半年 已经转为下跌2% 贸易差额就是对比出口总值 以及入口总值 两者相等就是贸易平衡 而出口高过入口就是贸易顺差 反映出口角能够透过贸易赚取外汇 至于出口低过入口就是贸易亦差 反映入口角积极消费 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为例 在2019年上半年 中国对美国录得贸易顺差 超过9500亿元人民币 按年扩大了12% 对美国来说就是对中国录得贸易亦差 总结而言 出口增长、入口增长和贸易差额 是贸易数据三个最重要的观察点 出口增长越快对经济越有利 而入口增长的情况 就反映国内需求的强强